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是知道你证无空性之后的慈悲还是真慈悲 证无空性以后的慈悲是无相的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慈悲 如果是说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慈大悲的话 它对空性是相应的 跟智慧是一起的 所以它是无相的 什么都是慈悲 只要它正如空性了 身口意欲 不管它起心得下 做什么都在跟大慈大悲列结了 比如说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 包括沙道淫都是慈悲了 所以但对初修学 在大家刚开始修学的人 沙道淫怎么能是大慈大悲呢 因为在空性里一切都是佛法 都是如来四谢了 那么比如说观世音菩萨曾经在有个故事 他说他为了这个人很历史 但是他把钱箱子看得特别紧 就是历史 但是因为他跟菩萨有缘 说菩萨要救他 所以变成个老鼠去咬他的钱箱子 或者是变成小偷去偷他的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那也是犯了道嘛 那偷道嘛 是吧 但对一个九小观世音菩萨 这样等觉菩萨 后果佛的等觉菩萨 那这就是大慈大悲 因为你是不屑于变老鼠的 说句老鼠 如果你有神通 你也不屑于变老鼠 很多如果你是个人的话 你想变巧狗吗 去刨拉筋 你变成老鼠跟老鼠无二无比啊 你愿意坐着老鼠满街穿吗 还比人追打 你知道吗 变成老鼠 人又不认识你是 那是菩萨变的 是吧 人会追着打你的 你会睡着下水道走的 但是菩萨会啊 这叫慈悲啊 不计 只要对积 怎么都行 善良 同情 泪他 这都是慈悲了 就是普通人的 一个善女人 他到疑病的时候 他也开始起从客了 没关系 很难喝到污温的慈悲 是的 那所以要成道嘛 慈悲的目的也是 去破我之的 我们不是说 佛去不是来这个世界讲 让你慈悲的 佛不是一个慈善家 我一直说 他来这个世界 不是教弟子 怎么变得善良和慈悲的 他是让你回到 本来样子的 本来面目 还有解脱轮回的 让你不苦的 他始终是为了你 因为你觉得苦吗 你在轮回里边 生生不息的苦吗 所以佛是来救你 出轮回 让你不苦的 他不是教你 变得善良 变得善良 变得慈悲的 他不是来说这件事的 所以你的所有慈悲 大慈大慈 让你慈悲 是因为你太自私自我了 所以佛说慈悲 因为你放不下自私和自我 你在人道卡住了 你知道吧 因为你认为你是个人 所以你就喜欢这个杯子 然后这个杯子是人道的 你拽着这个杯子 不放的时候 你出不了人道 轮回解脱跟你没关 你的轮回解脱不了 所以佛就打破你这个杯子 或者说偷盗你这个杯子 就像我刚才说 道业了 还有佛会 还有很多 就是说 用各种对机说法 破你的执着 这也是破你自私的吧 就是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